升哥 升哥 你听得到我吗 升哥 伤患男性四十六岁 骑车自摔臭伤 意识膜无呼吸薄弱 全身擦挫伤 初误判断没有骨折现象 就是读医师 朋友的反应 呼吸性要正常 现在是光 还有 脏脑不死定 好 升哥 升哥 杜大头 杜大头 你听得到我吗 升哥 你先好好休息 我一直在你身边 一直都在 其实你比谁都还要勇敢 记得 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记忆 爱着你 爱着你 艱兴 你 你 升哥 S王子准备好了 好 走 我上去 检查结果怎么样 干嘛把我叫出来 李院长叫我先不要说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先告诉杜老师 撞击外伤没有伤到脑部 但我们却在 他的脑袋里面发现几人 脑瘤 长在海马回吉尼叶之间的胶脂瘤 有四公分大 位置很不理想 杜老师 你怎么了 没事 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 我当时没有多问 没想到他居然 居然怎样 不用瞒我 我知道杜老师身体有状况 姐拿报告给我 这个是病人的隐私 我们不方便给别人看 他是本院医师 还有其他工作要完成 而且我身为本院院长 我有全力知道我医院的医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平板给我 我 汉哥 米三姐 汉哥 怎么样 汉哥刚刚去检查了 现在证的报告出来 目前生命迹象都还算稳定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了 不用了 院长 院长 汉哥的报告出来了吗 报告出来了 不用担心 就是一般车祸的小擦扇而已 那为什么汉哥还没有醒来 对啊 没啊 杰克 没有啊 杰克 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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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跟他们说 汉哥 你行车啊 你还好吧 嗯 嗯 岳 岳 岳 这个 生了这一次 汽车不小心滑倒 其实是我的身体 身体怎么了 是吗 是吗 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有什么好解释 就跟你看到的CT是一样的 拍那么清楚还看不懂 脑袋长了那么大的肿瘤 对日常生活不可能没有影响 你自己是医师 肯定早就知道了 难怪你一定要回人胎 就是为了互相掩护对吧 这样全都说得通吗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 人胎改革计划的延续 要不是你一来就停掉 所有的计划 杜医师需要这么辛苦吗 太可笑了 什么辛苦 你们这样是让病人冒着 手术失败的风险 你知道吗 杜医师 我真的不知道 你现在是这样的人 明明影响到四神经了 居然还已经开外方斗手术 我只为我的病患负责 影响我的部分势力 但并不影响我开刀 你生病是事实 脑流影响到你的势力也是事实 我要是知道你的病情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名医 我绝对不敢同意你动这个刀 但是你们竟然为了自己的目的 连锁上演这场骗局 要不是被我发现 就令杜医师 都打算替你引火来欺骗我 你们到底有没有身为医生的职业道德 不好意思 这里是急诊室还有其他的病患 包括杜医师现在也是位病患 如果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让大家好好休息 不然作为家属 我可以提出抗议 是啊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吧 我看你们还能赢多久 明天好好给我个交代 谁哥 就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用这种方式让你们知道 好啦 别哭啦 依照我刚刚看到的状况 如果能尽早安排手术治疗的话 我不会手术 绝不 听懂了没有 我累了 我要休息 我累了 我要休息 我刚听别人说 炎武龙有来找你 他说了什么 他来找我 最主要是要讲说 他被总院派来这边当院长 不是来收刮你们的成果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裁设掉仁泰医院 对 当初为爱老后 一直都没变 所以他来 不是想要管理仁泰 是想要让仁泰倒 不管他怎么做 对我们都没有影响 我们还是一样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剩下的就交给董事会 他们投票决定 森哥 其实我们今天来 有事情要跟他参照 你还是要来跟他说 的事情就不用了 杜大头 我拜托你 你就接受治疗嘛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不想开刀 我不能失去记忆 好了 是记忆重要 还是活着重要 再拖下去你就不会负了 对啊 还有那么多 要关心你的人 在乎你的人 你舍得就这样离开吗 你自己是医生 你都跟病人说 要好好接受治疗 为什么你做不到啊 你觉得思安 他会愿意看你这样子吗 我就是不想失去 所有有关思安的记忆 我办不到 这对我来说 比死更痛苦 是 是 是 神哥 神哥 你冷静一点 不要痛了 不要再说了 你别管 神哥 那你教我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你说的也没错吧 我是个医生 我救很多人 我会常常跟我的病患讲 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人生 而我现在却做出这种决定 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很荒谬 神哥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拜托你们 从现在开始 不要把我当医生 把我当身普通的病人 请停一下我的心声 也请保留我仅存的最后一点点尊严 可以吗 神哥 神哥 pies 你止朋友 我能说 我不想联络了 我拜托你 我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吧 你的心 我安全 Push 你不想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